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新元老师是咱们艺术史美学家 但是今天也请您聊聊女政治家 因为什么曹老师是刚从美国回来 所以我正想请你给我们报道一下 现在大选这几天都聊希拉里 你在美国你觉得他们怎么聊呢 群情激愤 激愤 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都很不平静 因为都不知道美国将来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有些人担心特朗普当选之后 会引着美国走向一个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有更多的人担心希拉里实际是一个政治家 而不是一个领袖人物 因为他们有一个明确的施政方案 他的语言让大家不敢信任 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得非常到位 所谓的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这个正确使得他很多话说的都很虚伪 但说的都非常到位 非常漂亮 他最后你其实仔细看这个大选 你就发现美国这次赤裸裸的 把国家的问题放在世界面前 美国实际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政治口号外在形象 希拉里所表述的一切都是美国对外的这种形象 永远的拥抱世界 美国好民主自由 而特朗普呢 他实际展示的就是实实在的 我要为美国人造福 我要赶走这些新来的非法移民 我要怎么样要保护美国的利益 使美国怎么样 其实这两者结合起来是真正的美国之梦 但这一次一个实质和一个表象 一下被分裂了 在这两个人身上 但是我听说这个王老师 好像是私下来跟我们那哪个漂亮女主持 还还还还还还说呢 说要不是希拉里选选上 说你裸奔是吗 看我不让你说了 我确实做过 我跟一个主持人说 我从去年这个时候 我就看好希拉里 尽管我个人特别不喜欢希拉里这个人 为什么 但从理性判断 希拉里很多人不喜欢希拉里 高傲 能感 自以为是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 反而是很多人喜欢特朗普 我在一所大学 就是江苏的一所大学 问一些年轻人 你们特朗普跟希拉里 你们喜欢谁 结果在场80%的举手 喜欢特朗普 在场 我也补充一句 多数是男生 你看特朗普 有钱 又要从政 关键是还有好几任 美丽的妻子 这是很多中国男人的奋斗目标 对对对 这方面咱们俩是研究的是一个课题 就是因为呢 就是说起来也有点这个不太道德 是吧 但是咱就别装了 咱们看一看特朗普老婆的裸照 好不好 对 不不不 这不是我 这是纽约邮报 纽约post已经登出来了 说他第三任的这个妻子 原来呢 在这个杂志上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现在美国传的满地都是 我这找到这个限制级的给大家凑合凑合得了 你看 就是特朗普的老婆当年拍的这个照片 还拍过这种好像是双女的这种意识 还有那种拿着鞭子的感觉玩SM的 但是人家特朗普拿来一看说 哎 我当年就是看见杂志才找着他了呀 说是他这个第三个妻子是爱沙 是不是爱沙尼亚人士还是哪来 也是个移民 也是个移民 所以呢 最近也听说他发表了一次演讲 本来是挺这个老公的 结果呢 也给穿了帮 我都觉得莫名其妙 怎么可能他们拿竹子竹去对 说他几乎就是照搬了那个米歇尔 当年挺那个奥巴马的时候的一篇演讲 说这还能直接copy过来 又来一遍 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倒是真的 是真的 是真的 因为米歇尔当年强调的就是一个家庭的价值观念 这个在美国人心目当中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米歇尔当时说发这个做这个演讲的时候 老百姓当时对奥巴马的印象转变了之后 就是产生了很大转变 这个演讲很起作用 您现在还是觉得估计是希拉里是吗 对对 我毅然坚持我的 就是川普练不过他 你觉得最后 练不过他 有很多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说一点 我先类似第一个原因 按目前的人口结构来说 共和党想打扮民主党很难 现在特朗普有1400万张选票 也就来自共和党的支持 他要赢得总统大选 至少要有6000万的支持 6000万人投他票 再在摇摆选民中间 再从民主党的铁杆里面再找这么多人支持他 是很难的 就是民主党传统优势 第二 希拉里本人在执政方面的优势 就是美国老百姓现在虽然闹着玩 行 说特朗普真是挺好玩 这样选总统的时候 他想想敢不敢把票投给这么一个没有执政经验 这么一个人 敢不敢把和密码乡交给特朗普来保管 第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选希拉里 大家可能不太喜欢 但是希拉里背后还有一个第一先生 前总统克林顿 对 那选了他不就是买一送一吗 这两个人在一起主政美国 这领导能力将会是非常强悍 那你这个说法是有一个假定的 就假定所谓理性人的假定 就假定人 过去这个市场经济学里边研究 就是假定人是理性的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假定也受到挑战 就是发现很多人 即便在买东西的时候 消费的时候 他都不是理性的 我觉得您两位刚才说的 我就想 假如说我是个选民 我是个美国选民 我会觉得就是这个特朗普 对 我也喜欢他 可是就像这个王老师刚才说的一样 真要投票 我要投给他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犯魂呢 还是怎么着 或者说除非我就觉得这个国家 总统就是个摆设 选谁都一样 我觉得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以无所谓 所以甚至还包括 我就刚才说这个米歇尔 最近帮这个希拉里站台 好像这个讲话 还是那个挺有号召力 咱们可以看一段 And we give back even when we're struggling ourselves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re is always someone more soft and 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 I want a president who will teach our children that everyone in this country matters a president who truly believes in the vision that our founders put forth all those years ago that we are all created equal each of a loved part of the great American story don't let anyone ever tell you that this country isn't great that somehow we need to make it great again because this right now is the greatest country on earth is the greatest country on earth that we're all about the people in this country that same thing we are all about and we are all about and we are all about the people that we've got 曹老师对这米歇尔的话有感触 非常深的感触 因为他说到了一个最核心的概念 就是在这个国度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他这句话并不是要说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这大家都知道 他这句话是直冲特朗普去的 因为特朗普对移民他有他的想法 对一些非法移民有他的想法 而奥巴马这个政权对一些非法移民是非常宽容的 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在当年第一次希拉里竞选的时候 我听到一些美国朋友 而且是很高层的美国朋友说 美国we're not ready for women 我们还没有做好让一个女人来做总统的准备 那是上一届 我们可以接受犹太人 我们甚至可以接受黑人 但是让女人来领导我们 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是吗 这是上一届 上一次二十年前希拉里竞选的时候 二十年之后美国有没有做好准备 米歇尔这句话实际就是 就等于在说无所谓是谁 无所谓你是女的 或者是犹太人 或者是黑人 或者亚洲人在里面都提不上的 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 您在美国待着 您觉得美国人他这个政治正确 是男女平等 什么种族平等 对吧 但是实际上人们内心深处 怎么看女人 这样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很偶然的情况 我去一个办公室 是一个加州的某一个办公室 跟法律有点关系 好像是跟什么 去那签个字办什么事情 这得有快三十年了 进门是一个黑人女律师 她是政府的律师 我还很得意 哇 这女性坐在这么高的位置上 然后她的旁边挂了一个牌子 牌子上面写 作为一个有色人种的女性 你必须十倍好于一个白种男人 你必须十倍优越于 就是做的一切工作 要十倍于她的优秀 下面来一句 Fortunately it's not hard 幸运的是这不难 这不是明显歧视的这个信息吗 当然 当然 她知道我们是受歧视的 因为我们必须 到现在还是这样吗 应该是吧 你必须十倍于白种男人 优越于她 各方面 你才能够受到认可 基本上是一种共识 我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 一点点不同的意见 我也觉得就是说 具体的希拉里这个个案 实际上不是男人歧视她 而是女人为难她 我们有句话叫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是本届大选 希拉里能否当选 重要的不是说多少男性投她的票 而是女性怎么去做出选择 很多女性特别的不喜欢希拉里 因为希拉里她的高高在上 她的傲气 跟她当年对克林顿出轨的反应 是招女的喜欢呢 还是不招女的喜欢 那肯定是不招女的喜欢 那要怎么反应才招女的喜欢 离婚 其实女性对她 你说的对 女性 哪些女性特别讨厌她 经商的女性 底层的女性 特别讨厌她 因为讨厌她的优越 还有男性的政客 特别讨厌她 知识男性 心里有一点 百分之五十 五十说不清 从道理上来说 他们不敢说讨厌她 在内心深处隐隐的 如果你和比较 知识圈子的男性 接触的比较深的话 背后她会隐隐的流露 对希拉里的不屑 但是表面上一定会说 我希望她能当选 显示我们国家的平等 显示我们没有这个玻璃天花板 现在玻璃天花板已经碎了 她已经作为候选人 我是听到有的人说 说希拉里这个人 有硬气 但是实际没灵气 就说而且就说 这个女性选票 您刚才说 我看到一点分析 就是说 她现在的这个最大的短板 反倒是三十岁以下的女性 就是年轻女性 叫什么千禧一代 就是所以她现在选举 都不大敢打这个女性牌了 她以为打女性牌 其实可能老一点的女性 还愿意投她票 但是现在的 就今天的这个更年轻的女性 就在他们看来 可能他们更反对的是 所谓华尔街的那些金融业的 她觉得那些是他们找不着工作 是他们这个自己这个生活无浊的 一个应该打击的一个方向 反而不是像什么男女平等 因为这一反而最年轻的女孩子 她不大意识到什么这种多么奇事 反而对她来说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情绪 所以这方面来说你说的对 这方面来说对希拉里 幸运之处在于 她的对手是年迈 长得又不帅的特朗普 假如共和党把乌比奥 那么年轻帅气的小伙 那么推出来的话 那么希拉里的胜算 就会更小 其实今年的大选 不是说男性跟女性之争 其实就是穷人跟富人之争 特朗普做的一件事 就是说告诉所有人 你们很穷 为什么你们很穷啊 这个国家做的不对 所以假如我上来 我让你们变得富有 我让你有工作 这是她最为成功的一点 您讲的这个真是对我就挺有启发 我最近就老觉得 你说本来咱这个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好像我们小时候讲的那个 马克思的那个咱都不打题了 但是最近网络上啊 包括国际上发生的很多事 包括我自己生活里的一些困扰和不愉快 都让我经常想起马克思的初衷 那么就是这个世界 是不是还是有阶级矛盾的 就是说穷人和富人 或者咱们说的草根和所谓的精英 就是有些话呀 就不好摆到桌面上说 就是看来这个地球啊 容不得已少部分人 你过得很好 你比如说就算咱们都应该算知足了 你小日子过得不错 你觉得希望永远都能够这样下去 是吧 破坏你的环境的人 说话不文明的人 这些东西都是垃圾 希望他们离得远远的 可是你最后发现啊 好像这样就真不行 他最后就真能把你给颠覆了 至少给你添堵 对 你觉得美国这几年 这种贫富差距 包括中产的萎缩太严重了 我们之前有句话 经常说的一句话 中学课本说 在资本主义国家 20%的人占据了80%的财富 那在今天的美国 1%的人占据了90%的财富 美国从07年以来 经济从经济危机走出来 实际上是一点点的 它的经济增长率是3%也好 2%也好是增加的 国民收入整体也是增加的 但中产学期在萎缩 你看我也是 您刚从美国回来 我是刚从巴黎回来 我已经有十几年 我上一次去巴黎十几年 你知道我这次去的感觉 我觉得巴黎优雅还在 但是已经很狼狈了 整个我觉得像是一个在衰落 我觉得比十年前 我去的巴黎 我怎么这么脏乱差 我不好 你就说有些话不正确 比如说移民或者什么的 但是你看 比如说我在那 我骗了两次 坐三轮车 我也不能说 反正那个模样 我觉得比较像是 中东某些国家的长相 对吧 但不能不敢说 到底是哪里的人 那么登这个三轮车 一般都是这种 十欧元 我说的是一个人十欧元 你们三个人 就全是这种 你知道吗 就有点像中国火车站 过去碰见的那些黑车 那些个 就是反正 我十年前来巴黎 也有很多移民 但是没像我最近感觉 而且我觉得 可能跟反恐也有关系 你比如说 就是你这个坐飞机 就我这趟就回来 在巴黎机场 竟然就出现了 就是这个 拿这个护照过关 排那个长队 两个小时 就为了过一个关 只是好几个口子 只是开两个 最后呢 我前面去纽约的一个家庭 航班和时间已经过了 拿这个还没出境呢 管他 你要在美国 你可能是特朗普的选民 特朗普说了 你看我们的安检 在机场排这么多队 就是因为这些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造成恐怖分子 泛滥的原因 就是希拉里 奥巴马 克林顿 他们这几届弄成这个样子 他们对穷人太松了 咱们看看一个国外的漫画 就是跟刚才王老师说的一样 你看开着车 你是选择希拉里呢 还是选择特朗普呢 一左一右 最后这哥们选择死 冲出去了 人民经常没有选择 是吧 是很难选 昨天我问一个美国的年轻人 32岁 是一个银行家的儿子 我就问他 他说 说了一大堆特朗普的问题 说了一大堆希拉里的问题 我说你到时候会去投票吗 他想了想 我也可能不会去投票 因为两个人我都不喜欢 所以历史上 说有人说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肮脏的一次大选 一个骗子跟疯子的对决 希拉里像骗子 希拉里是骗子 这个是疯子 有人说是一个狂人和一个女权主义者 但是关于希拉里到底算不算女权主义者 好像有争议 他自己并没有说过 宣称 他虽然好像有很多为女人争权利的主张 但他不贴这个标签 他算女权分子吗 他是女权运动推动者 他支持 他不是把这个作为女权 而是作为弱小弱势阶层人 都在他的保护照顾之内 他之所以参与一些女性运动的活动 是因为当时他在帮着克林顿 推全民医保的问题 尤其是贫困人士的医保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奥巴马的医疗保险啊 什么这些都属于 其实他们这一群人 是照顾一些弱小的弱势群体 那么把他标签为女性女权主义者 也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他认为在美国女性还是处于弱势 事实上也是 就是今天小女孩也不支持他 小女孩不支持他 其实也很简单 我也和一些小女孩讨论过 小女孩不支持他的原因 就觉得他没有一句真话 他没有说不是真话 而是说的套话太多 就你感觉这话我都听过了 一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都是这些话 在报纸上哪儿都是这种话 美国是伟大的国度 美国是自由的国度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美国是平等的 美国是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 到底你要怎么样去使他更伟大 倒是特朗普直接回答了 他怎么样使美国伟大 保持他的伟大 但是他都 小老师这个说的特别好 就是说 希腊磊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没有勾勒出一个美好的政治愿景 你作为一个总统 你要竞选 你不是要告诉选民 我多能干 我多聪明 我背景多好 我多有执政经验 这些大家不care 大家关心的是 你执政以后 要为我们做什么 跟美国能带来什么 他恰恰是在这点上 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达 那特朗普能明确 还是能实行 能这么干吗 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 我要美国优先 我不要说花钱 再给日本韩国听保护 我要让欧洲他们自己保护自己 把我们的钱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老百姓就问 你怎么能做到 他说我上来以后 会用专业的人士来把这事做好 怎么做到他不说 但是至少他告诉人 我要做哪些事 你说的也特别精彩 就是这个工作 他说的很具体 我还听到他说一句话 不是我支持他 他说你们每一家的这种储钱小关 叫piggy bank 你们那里的钱都被中国人偷走了 我要拿回来 我要替你们拿回来 这老百姓听了舒服 想想我这么穷 他马上目标明确了 中国在崛起 中国人在外面说吃食品商店 拼命的买 大家都看在眼里 这些钱特朗普能帮我拿回来 对 其实你看 这个按说 你要说美国这种民主选举 已经是有个黑人总统了 好像很多人感觉 呼之欲出的就需要来个女性 这家伙民主体制算齐活了 是吧 说到这个女性的这个地位 我们这个曹老师 本来是研究艺术史的 可以给我们带来几张古画 可以跟大家讲讲 这个有点意思 我们来看看 这个 这个 辽宁省博物馆藏的 也算镇馆之宝了吧 沾花式女徒 您想用这个聊聊希拉里 其实也不是用这个聊希拉里 倒是想用这个来说一下 这唐代的事情 唐代咱们有一个 圣氏吗 女皇 武则天 对 她还不是皇后 她是真的自己称皇了 真正叫女皇了 那么 这个是什么墓地壁画 这是张怀太子墓的壁画 这张怀太子当然是被武则天杀了的 他这就说明唐代的话达到的造诣是非常高 我们到今天还是能看到唐代的盛世 可是我想用这个说一下希拉里 就是希拉里其实我觉得他的竞选的策略有一点失策 他上一次二十年前竞选的策略就太强硬 这次开始的时候也太强硬 今年从今年上半年开始突然发现他出现转变了 脸上的表情也变了 对 你看武则天 他那个龙门师库的奉仙寺的那个大佛像 对 据说是他的形象 是是 他是微而不怒 他有一种皇后高高在上的感觉 但他是慈祥的 希拉里缺一点慈祥 所以他遭到很多人对他的批评 其实就是少一点所谓的女性 他不像个女性 他像个男人 这就是女性 这就是歧视 就是咱们过去有时候讲我们这 干我们这行的人不讲人话 其实也有点这个意思 其实对 对吧 你感觉特朗普他讲人话 是 而且你看咱们唐代 女性必须是什么样的 从穿衣服 从什么 刚刚那张张画师女图 沈崇文先生说 这衣服穿的不规矩吗 是泄服 就是内宫的服装 后来我仔细 他说不是长服 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之后 根本就是内宫里面的衣服 只给皇上看的 后来我叫他宫中尽美 是一年一度的皇上放一个蝴蝶 蝴蝶落到所有的宫女的任何一个身上 那天晚上皇上跟那个宫女过一夜 其实 但是呢 杨贵妃之后 这个制度全没了 这唐代 他也有一个变化 就是说女人 在无论是中国也罢 西方也罢 必须有女人样子 大家认定的 希拉里呢 他被认为没有女人样子 但是希拉里 及其他的团队 在竞选初期 非常清楚这个问题 所以在竞选初期 他做了一个广告片 他的团队 把他包装成一个林家大妈的形象 林家大妈这个字 他老了 也不能说从漂亮角度出发 就是林家大妈这几个字 但是希拉里本人 他这种贵族出身 以及做参议员 国务卿这么多年的经历 就导致他无法真正的去跟人去亲近 他装是装不出来的 我们套句话说 他只能说臣妾做不到 他真的做不到 就说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 不像以前通过电视报纸可以包装 在社交媒体时代 你的一举一动 一评一笑 都会被记录下来加以放大 而特朗普的成功 就是利用了社交媒体 每一句话都是极端 只有极端的话 才能在媒体上传播 像我们在电视上 我说句极端的话 你刚才说 如果希拉里输了 我就会裸奔 那么这句话一定会传到最广 在本期节目里 这句话可能是传到最广 没错 对 但我当然需要 如果有一个美丽的女主持 跟我对赌的话 倒可以考虑 咱俩就不用赌了 咱俩就不用赌了 我陪着你裸奔 希拉里还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当初那个宣传片 把她打扮成 邻家大妈的形象 她一张嘴就漏了 对 不是臣妾不能 而是官腔满嘴 对 这个真有意思 就是说有些这种官僚 你知道包括在香港 我也有多见到 她不是不想亲民 她是终于没办法 她好像就不会跟人说话 对 这个东西很麻烦 她那个陈词烂调 像我们团结起来 我们是伟大 我们很心 忘不掉 真的没时间了 我要是有时间 我就想到她像五岁的孩子 就从美国孩子 从五岁就听了这种烂调 美国孩子从五岁开始 幼儿园打扮 每天早晨 手放在这儿 对着国旗 管道一搜集 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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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